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电视台着力打造的最美和声 马上他们就要进入终极对决了 那么经过三个月的相处 老师和学员之间也是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给你很多的天马行空的想法的空间 我是觉得孩子的成长一定要给他自由 没错啊没错 爸你跟我妈学一学 作为一个节目的学员敢在全国关注的面前调侃自己的导师 可见他们私下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最美和声栏目组并不是个例 他特别贴心 他会为你想到很多东西 除了唱歌 他会给我带面膜 就没难你用这个 这个特别好用 我跟你说比赛前一天用 第二天起来又白又嫩又紧绷 若说方美琪在生活中跟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那陈宇凡对音乐的认真态度 才是让学员瞠目结合的 积分赛跟他合作 我是觉得说 其实他大可就是丢一个东西过来给我 然后在现场对一下 但是他把我交到他棚里 然后把每一个词语的感情色彩 他用颜色一个字一个字给我标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要切分 这个地方可能要什么 他会给我全部把气口都标出来 MAC BEN SO KI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